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藏不住秘密 也藏不住忧伤 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 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 我就是这样坦然 你舍得伤就伤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 我不会留你 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 如果有一天你说你还爱我 我会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 如果有一天 我们擦肩而过 我会停住脚步 凝视你远去的背影 告诉自己 那个人 我曾经爱过 或许人的一生可以爱很多次 然而 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 哭得最透彻 笑得最深切 吹热起了 我在门口等你 夕阳下了 我在山边等你 叶子黄了 我在树下等你 叶儿弯了 我在十五等你 汽雨来了 我在山下等你 流水冻了 我在河畔等你 生命累了 我在天堂等你 我们老了 我在来生等你 能厮守到老的 不只是爱情 还有责任和习惯 永远不要记恨一个男人 毕竟当初 他曾爱过你 疼过你 给过你幸福 永远不要说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好男人了 或许明天 你就会遇到 爱你的那个男人 在你眼里 他再坏也是好 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 自己走不出来 别人也闯不进去 我把最深沉的秘密 放在那里 你不懂我 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 或深或浅 我把最阴红的鲜血 涂在那里 你不懂我 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 喝下的冰冷的水 酝酿成的热泪 我把最心酸的委屈 毁在那里 你不懂我 我不怪你 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 就放它走 它若能回来找你 就永远属于你 它若不回来 那根本就不是你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 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 某个离不开的人 离开了 也没关系 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 带到你的身边 在此之前 你所要做的 是好好的照顾自己 无论生活过得多么艰难 最后你总会找到一个 让你心甘情愿 傻傻相伴的人 你可以沉默不语 不管我的着急 你可以不回信息 不顾我的焦虑 你可以将我的关心 说成让你烦躁的原因 你可以把我的思念 丢在角落不屑一顾 你可以对着其他人微笑 你可以给别人拥抱 你可以对全世界好 却忘了我一直的伤心 你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 而那却是唯一 让我变得卑微的原因 如果在身边的最后 真的不是你 如果经历了那么多 坎坷辗转后 最终还是要分开 如果故事到最后 是我们的身边 都有了别的人 如果回忆 诺言和曾经相爱的决心 都在现实面前 变得渺小 不堪一击 不管以后如何 不管结局如何 现在的我 还是愿意执着地去爱 我们一起等我们的最后 最后的最后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 就是这样了 爱情非常美好 却总是让我们忧伤 每晚九点三十分 你爸和应游的声音 伴你入眠 祝你好梦 晚安 临身处 安息着活在你心 的人 海这边 有一年初夏商城 云之上 把榴莲托付了风 那是我的念念 也不忘 你会听到的 回首 我了解 有些伤口 不去碰 月头 我期待 你不抗拒 其他的可能 我相信 只有你 令我永恒 才不会像天堂 偷奔 也不像地狱 城 还记得吗 我微笑着 我客人 我看你 你不疑 你也不疑 你不疑 我没什么 我应该 你不疑 你不疑